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过慈悲的人多半没有福报 一起来听 什么是真正的慈悲 什么又是愚蠢的慈悲 在灵性修行的圈子里 这是最令人困惑的议题 邱阳 创八 仁波切 在这两个名项上做了重要的区分 在我们这个东方国度里 尤其是新时代新灵性的圈子里 流行着一种温吞的平等主义 与圆满的自以为是 他们声称 没有任何一个观点 比其他的观点更好 因此 所有的观点都应该平等视之 这样才能显现丰富的多元性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不做任何好坏是非的论断 我们就能彰显我们众生平等的慈悲 伪善与真正的慈悲毫无关系 那只是一种愚蠢的慈悲 一 什么是愚蠢的慈悲 愚蠢的慈悲以为自己是在行善 其本质却非常残酷 如果你有一位酗酒的朋友 你知道再多喝一杯酒会令他丧命 而这时他却向你讨酒喝 那么真正的慈悲是否意味着 你该把酒拿给他 毕竟给别人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善行 不是吗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观点 强加在别人身上 所以把酒给他喝 就是彰显慈悲 对不对 不对 送一箱威士忌给严重的酗酒者 只因为他需要 而你也想行善 这样的行为根本就不是善行 那是一种愚蠢的慈悲 并非真正的慈悲 大部分人所说的慈悲 其实是 请对我的自我好一点 然而你的自我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善待你的自我 其实是不慈悲的 如果你的自我 需要找一位永远呵护你的妈妈 那你就去新时代的圈子里 找一位轻松而又和蔼 永远面带微笑 总是轻言细语的老师 然后学着运用充满灵性的词枣 替自己的自我 加上标签 一切都很舒适宜人 你将成为灵性时尚圈的消费者 但是那对于你的成长 没有一点点帮助 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学习 给予真正的慈悲 而不是愚蠢的慈悲 对于这两者 我们首先要做一些智慧的区分 二 什么是真正的慈悲 真正的慈悲拥有一种力量 为了让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发生 这股力量有时候甚至令你更加痛苦 例如说 一个人因为凡事都想依赖他人 而受到了伤害 他极需要别人对他的注意 老是死缠烂打希望博得同情 这令身边的人都透不过气来 便将他推开 于是这个人觉得遭到拒绝 并怪罪别人都不爱他 因而受伤更深了 对于此人的痛苦 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同情心 可能会替他们惋惜 可怜的孩子 他抛弃你实在太糟糕了 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真正的慈悲 是在同情之外 带尽了理解力和清晰的思维 真正的慈悲 不仅为潜在的问题 带来理解与洞察 他还协助人们面对问题 并且成长 这份慈悲与真实有关 他在当下可能造成更大的痛苦 因为检视我们的固定模式 令人难受 然而 唯有检视他们 不合时宜的模式才会改变 事情才有转机 过去 在绕行寺院的人群中 有一对虔诚的牧民 他们经常供养和布施 并养育着一个曾经被人遗弃的孩子 大家都十分喜欢这个孩子 希望他能够像传说里的神明 推拔嘎瓦那样勇敢 于是就赋予了他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嘎瓦 他经常被带到老喇嘛面前 接受加持 老喇嘛每次看到这个孩子 都慈爱有加 这个孩子很快就长大了 去汉地谋生 成为了一名商人 他时常回去看望老喇嘛 给大家讲述外面精彩的世界 并且能烧一手好菜 在他提着工具忙碌的时候 老喇嘛出现在他身边 教导他 孩子此生稀有 要用良善和完全的医治 来成就他 听我说 无论如何 这锋利的铁器 都不能变成伤害的工具 喇嘛呀 现在外面正在流行脸谱戏 您说的来世今生 现在都只是出现在戏文里了 老喇嘛沉默不语地走出去 然后提着一根木棒走回来 把年轻的嘎瓦打了一顿 在场的人都有些吃惊了 这个孩子也许被打蒙了 丢掉刀子和工具 委屈地跑出去了 自那以后 嘎瓦很久都没有再来石头寺 和喇叭闷说外面的世界了 大家不太明白 一向悲悯的老喇嘛 为何如此生气地责打这个孩子 难道他的心不会疼吗 于是大家纷纷向上师提出自己的疑问 老喇嘛却沉默不语 一个人回到了禅房里 总之大家很久都没有看到那个年轻的孩子了 对老喇嘛的做法颇有微词 年轻的嘎瓦 在一次出现的时候 拖着一辆板车 板车上躺着被狼咬伤的母亲 送到寺庙 没来得及医治就已经断气了 她坐在母亲身边难过极了 一向笃信 智慧之心 善良的母亲还要遭此厄运 老喇嘛说的因果 怕真的只是戏文里的台词吧 老喇嘛再一次提起棍子 责打了她 然后说 孩子呀 珍贵的如意猪就在你的手中 好好地护持她吧 孩子伤心地哭着走了 大家看着孩子离开的背影直摇头 自此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年轻的孩子 据说 她已经用烧菜的刀具杀了那几匹狼 为阿玛拉报了仇 再往后 她的邻居们说 那个孩子已经在一场瘟疫中丧生了 石头似的喇叭们修了法回向给她 老喇嘛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在节日的一天 大家去野外的湖边做了火供 跳了殊胜的金刚舞 老喇嘛突然拒绝人们的搀扶离开座位 静止走向湖边 一边走 一边出神地望着雾茫茫的湖水对面 大家一边跟随着上师 一边看着远方的雾起 然后老喇嘛停住了 他用力地向对面喊道 嘎娃 嘎娃 大家莫名其妙 过去了那么多年 难道喇嘛还记得那个孩子 不过他早已经步入轮回了呀 我们尊贵的上师 诸佛和菩萨的化身 不会也神经错乱疯癫了吧 这可不太妙呀 大家忧心忡忡 老喇嘛继续向前走 一边轻声换着刚才的名字 那个令他无限悲悯 却又忍心责罚的孩子 嘎娃 嘎娃 湖段的浓雾中一阵骚乱和翻腾 一群大雁从湖边争相飞走 然而在飞走的燕群中 却有一只灰燕逆向飞来 他独自飞向这里 张开翅膀落在大家对面 老喇嘛盘山地向形单影只的灰燕走去 伸出拿出念珠的手掌要去抚摸它 凡用的办法只能解决临时的苦楚 珍贵的人生才是除去一切哀拜的宝珠 嘎娃 你何时能够回来呢 灰燕再一次飞向高空 大概是追逐他的同类去了 老喇嘛捡起地上的羽毛走回了座位 喇嘛们纷纷诵经 回向给这只熟悉而又陌生的生灵 没有人抬头 但是大家都在想老喇嘛刚才提出的问题 老喇嘛拿着灰色的羽毛问大家 你们的心现在才疼吗 从此再也没有人提及嘎娃的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他已在自己的因果轮回之中 还记得那两顿毒打吗 那恰恰是老喇嘛最心疼的时刻 但是每一次看到燕雀在虚空中掠过 他就会借由嘎娃向身边的行者 喇嘛和大众宣说重视因果及人生的稀有 真正的慈悲与勇气有关 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话语可能伤及他人而承担风险 但是以爱言说的真理 足以疗愈所引发的痛苦 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揭露了一直被隐藏的伤口 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不属于我们本质的面具或角色被撕碎 虚伤所表现出的慈悲虽然看上去温和而带有同理心 但是并不平衡 而真正的慈悲能创造出强而有力的行动 并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力 禅把这两者区分为祖母禅与正宗禅 为了从轮回之梦中醒来 自我必须被好好修理一番 否则你将继续玩你最拿手的把戏 然而祖母禅绝不会带给你挑战 为了行善 祖母禅会如你所愿的 让你晚一点起床 或允许你早一点结束静坐 任由你沉溺于自我之中 正宗禅则会拿着一条长长的香板 对着你大吼大叫 你的骨头可能会被打断 你的自我可能被粉碎 真正的慈悲会通过在我们创造圆满的过程中 引发痛苦来成就我们 其作风可能是踢你的屁股 辱骂你 令你十分不愿 想想看 把一个人留在幻见的泡泡里 留在防御盔甲的高墙后面 长期看来则是更残酷的事情 对他们的伤害将会更深 因为躲在角色 面具和高墙后面 让人无法成长 这个人可能会在同样的 重复的绝望模式和痛苦中 浪费掉宝贵的一生 佛陀说过 谎言起初是甜美的 但结果是苦涩的 真相 起初是苦涩的 但结果是甜美的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 浮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